小开玩三个啦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三个倍数特征 看过247是否是三个倍数 那我们是不是拿247来除以三 看看它有没有余数 当然不是 今天老师要教你一个大招 一起来看一下 把247把它猜成200加上40再加7 200就是2乘100 把100再猜成99加1 所以就变成2乘99加1的和 加上4乘10 把10猜成9加1 那就变成4乘9加1的和 再来加7 接着我们再运用乘法分配率 把它展开看一下 那就变成2乘99加上2乘1 那就是2 再加上4乘9 再来加上4乘1 那就是4 再来加7 同学们观察一下 2乘99 99本身它就是3的倍数 那2乘99肯定也是3的倍数 所以这个不用看了 接着9本身也是3的倍数 那4乘9肯定还是3的倍数 所以这个也不用看 那看哪里啊 就剩下2 4还有7了 那就是把2加4加7加在一起 看看它的和是不是3的倍数 我们就可以看到出247到底是不是3的倍数了 那2加4加7是等于13的 那我们知道13呢不是3的倍数 因此247就不是3的倍数 所以同学们有没有发现 这个2啊就是它的百位 这个4就是它的十位 7呢就是它的个位 那也就是说我们要判断一个数是否是3的倍数 我们就把它各个数位上的数加在一起 看它的和是否是3的倍数 就可以判断出这个数到底是不是3的倍数 老师举个例子 111它是不是3的倍数呢 我们可以1加1加1等于3 3呢是3的倍数 所以111就是3的倍数 同学们你学会了吗